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薛科正在狐疑 忽听窗外一笑 吓了一跳 心中想到 不是宝禅 定是金贵 只不理他们 看他们有什么法 听了半日 却又济然无声 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 眼上房门 刚要脱衣时 只听见窗纸上微微一响 薛科此时被宝禅鬼混了一阵 心中七上八下 竟不知是如何是好 听见窗纸微响 细看时 又无动静 自己反倒疑心起来 眼了怀 坐在灯前 呆呆地细想 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 翻来覆去地细看 猛回头 看见窗上纸湿了一块 走过来须着眼看时 冷不防 外面往里一吹 把薛科吓了一大跳 听得吱吱的笑声 薛科连忙把灯吹灭了 屏息而窝 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 阿爷为什么不喝酒 吃果子就睡了 这句话仍是宝禅的语音 薛科只不做声装睡 又隔有两句话时 又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 天下哪里有这样没造化的人 薛科听了是宝禅 又似是金贵的语音 这才知道 他们原来是这一番意思 翻来覆去 直到武功后才睡着了 刚到天明 早有人来叩门 薛科忙问是谁 外面也不答应 薛科只得起来 开了门看时 却是宝禅 拢着头发 掩着槐 穿一件片颈边 琵琶巾小紧身 上面系一条松花绿半心的旱金 下面并未穿裙 正露着十六红洒花夹裤 一双新秀 一双新秀红鞋 原来宝禅尚未梳洗 恐怕人间 赶早来取家伙 薛科见他这样打扮 便走进来 心中又是一动 只得陪笑问道 怎么这样早就起来了 宝禅把脸红着并不答言 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 端着就走 薛科见他这般 只是昨晚的缘故 心里想到 这也罢了 倒是他们恼了 索性死了心 也省得来缠 于是把心放下 换人摇水洗脸 自己打算在家里静坐两天 一则痒痒心神 二则出去怕人找他 原来和薛盘好的那些人 因见薛家无人 只有薛科在那里办事 年纪又轻 便生许多鲫鱼之心 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的 也有能做状子的 认得一二个书役的 要给他上下打点的 甚至有叫他在内趁钱的 也有造作谣言恐吓的 种种不一 薛科见了这些人 远远躲避 又不敢面词 恐怕激出意外之变 只好藏在家中 听后转详 不提 且说金贵昨夜打发宝禅 送了些酒果去 探探薛科的消息 宝禅回来将薛科的光景 一一地说了 金贵见事有些不大投机 便怕白闹一场 反被宝禅瞧不起 欲把两三句话 遮饰改过口来 又可惜了这个人 心里倒没了主意 正正地坐着 哪只宝禅 一只薛盘难以回家 正欲寻个头路 因怕金贵拿他 所以不敢透露 今见金贵所为 先已开了端了 他便乐得借风使船 先弄薛科到手 不怕金贵不一 所以用言挑拨 见薛科似非无情 又不慎都懒 一时也不敢造次 后来见薛科 吹灯自睡 大觉扫兴 回来告诉金贵 看金贵有甚方法 再做道理 即见金贵正正地 似乎无计可施 他也只得陪金贵收拾睡了 夜离哪里睡得着 翻来覆去 想出一个法子来 不如明儿一早起来 先去娶了家伙 却自己换上一两件 动人的衣服 也不舒服 越显出一番娇媚来 只看薛科的神情 自己反倒装出一番脑溢 索性不理他 那薛科若有悔心 自然遗传不安 不愁不鲜到手 即至见了薛科 仍是昨晚这般光景 并无鞋癖之意 自己只得以假为真 端了碟子回来 却故意留下酒壶 以为再来搭转之地 只见金贵问道 你拿东西去 有人碰见吗 宝禅道 没有 二爷也没问你什么 也没有 金贵因一夜不曾睡着 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 只得回思道 若做此事 别人可瞒 宝禅如何能瞒 不如我分会于他 他自然没有不尽心的 我又不能自去 少不得要他做脚 倒不如和他商量 一个吻边主意 因戴笑说道 你看二爷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倒像个糊涂人 你如何说起爷们来了 他辜负奶奶的心 我就说的他 他怎么辜负我的心 你倒得说说 奶奶给他好东西吃 他倒不吃 这不是辜负奶奶的心吗 说着却把眼溜着金贵一笑 金贵道 你别胡想 我给他送东西 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 我所以敬他 又怕人说瞎话 所以问你 你这些话向我说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奶奶别多心 我是跟奶奶的 还有两个心吗 但是事情要密些 看货生长起来 不是完的 金贵也觉得脸飞红了 因说道 你这个丫头就不是个好货 想来你心里看上了 却难我做法子 是不是呢 只是奶奶那么想罢了 我倒是替奶奶难受 奶奶要真瞧二也好 我倒有个主意 奶奶想 哪个耗子不透油呢 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 大家闹出乱子来不好看 依我想 奶奶且别心急 时常在他身上 不周不备的去处张罗张罗 他是个小叔子 又没娶媳妇 奶奶就多尽点心 和他贴个好 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过几天他赶奶奶的琴 他自然要邂逅奶奶 那时 奶奶再备点东西 在咱们屋里 我帮着奶奶灌醉了她 怕跑了她 她要不应 咱们索性闹起来 就说她调戏奶奶 她害怕 她自然得顺着咱们的手 她再不应 她也不是人 咱们也不致白丢了脸面 奶奶想 怎么样 金贵听了这话 两拳早已红韵了 笑骂道 小蹄子 你倒透过多少汉子的似的 怪不得大爷在家时离不开你 宝禅把嘴一瞥 笑说道 爸哟 人家倒替奶奶拉欠 奶奶 倒往我们说这个话了 从此 金贵一心拢了薛科 到无心混闹了 家中也少觉安静 当日宝禅自去取了酒壶 仍是稳稳重重一脸的正气 薛科偷眼看了 反倒后悔 疑心 或者是自己错想了他们也未可知 果然如此 都辜负了他这一番美意 保不住日后 他又和自己也闹起来 岂非自惹的呢 过了两天 甚觉安静 薛科遇见宝禅 宝禅便低头走了 连眼皮也不抬 遇见金贵 金贵却一盆火的赶着 薛科见这般光景 反倒过意不去 这且不表 且说宝钗母女 觉得金贵几天安静 待人呼亲热起来 一家子都为罕事 薛姨妈十分欢喜 想到必是薛盘 娶着媳妇时充犯了什么 才败坏了这几年 穆金恼出这样事来 亏得家里有钱 家府出力 方有了指望 媳妇忽然安静起来 或者是盘儿转过运气来了 也未可知 于是自己心里 倒以为稀有之奇 这日饭后 扶了童贵过来 到金贵房里瞧瞧 走到院中 只听一个男人 和金贵说话 童贵之机便说道 大奶奶 老太太过来了 说着一到门口 只见一个人影 在房门后一躲 薛姨妈一下 倒退了出来 金贵道 太太亲里头坐 没有外人 他就是我的故纪兄弟 本住在腿里 不惯见人 也没有见过太太 今儿才来 还没去请太太的安 薛姨妈道 既是舅爷 不妨见见 金贵叫兄弟出来 见了薛姨妈 坐了一个一 问了好 薛姨妈也问了好 坐下续起话来 薛姨妈道 舅爷上京几时了 那夏三道 前月我妈没有人管家 把我过季来的 前日才进京 今日来瞧姐姐 薛姨妈看得人不尴尬 于是略坐坐 便起身道 舅爷坐着吧 回头向金贵道 舅爷头上墨下的来 留在咱们这里 吃了饭再去吧 金贵答应着 薛姨妈自去了 金贵见婆婆去了 便向夏三道 你坐着 今日可是过了名路的了 省得我们二爷查考你 我今日还教你买些东西 只别叫众人看见 这个交给我就完了 你要什么 只要有钱 我就买得来 且别说嘴 你买上了当 我可不收 说着二人又笑了一回 然后金贵陪夏三吃了晚饭 又告诉他买的东西 又嘱咐一回 夏三自去 从此夏三往来不绝 虽有个年老的门上人 知识旧爷 也不常回 从此生出无限风波 这是后话 不表 一日薛盘有信寄回 薛姨妈打开叫宝钗看时 上邪 难在县里也不受苦 母亲放心 但昨日县里书办书 福利已经准降 想是我们的情到了 岂知福利降上去 道理反驳下来 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 即刻做的回文顶上去了 那道理却把支线伸吃 现在道理有轻蹄 若一上去又要吃苦 必是道理没有托到 母亲见字 快快托人求道爷去 还叫兄弟快来 不然就要借道 银子短不得 火速 火速 薛姨妈听了 又哭了一场 自不必说 薛可一面劝慰 一面说道 事不宜迟 薛姨妈没法 只得叫薛可 道县照料 命人即便收拾行李 对了银子 家人李祥 本在那里照应的 薛可又同了一个 当中伙计 连夜启程 那时手忙脚乱 虽有下人办理 宝钗又哄他们思想不到 亲来帮着 直闹至四更才歇 到底富家女子 娇养惯的 心上又急 又苦劳了一会儿 晚上就发烧 到了明日 汤水都吃不下 婴儿去回了薛姨妈 薛姨妈急来看时 只见宝钗 满面通红 身如樊卓 话都不说 薛姨妈慌了手脚 便哭得死去活来 宝钦扶着劝薛姨妈 丘陵也泪如泉涌 只管叫着 宝钗不能说话 手也不能摇动 眼干鼻塞 叫人请一条制 渐渐苏醒回来 薛姨妈等 大家略略放心 早惊动荣名良府的人 先是凤姐打发人 送十箱返魂丹来 随后 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 贾母行王二夫人 以及游氏等 都打发丫头来问候 却都不叫宝玉知道 一连至了七八天 终不见效 还是她自己 香起冷香丸 吃了三碗 才得病好 后来宝玉也知道了 因病好了 没有瞧去 那时薛柯又有信回来 薛姨妈看了 怕宝钗担忧 也不叫她知道 自己来求王夫人 病述了一会儿的宝钗的病 薛姨妈去后 王夫人又求贾政 贾政道 此事上头可托 底下难托 必须打点才好 王夫人又提起宝钗的事来 因说道 这孩子也苦了 既是我家的人了 也该早些娶了过来才是 别叫她糟蹋坏了身子 我也是这么想 但是她家乱忙 况且如今到了冬底 已经年尽碎逼 不无各自要料理些家务 京东却放得定 明春再过礼 过了老太太的生日 就定日子取 你把这番话先告诉薛姨太太 王夫人答应了 到了明日 王夫人将贾政的话 向薛姨妈述了 薛姨妈想着也是 到了饭后 王夫人陪着来到贾母房中 大家让了坐 贾母道 姨太太才过来啊 薛姨妈道 还是昨儿过来的 因为晚了 没得过来给老太太请安 王夫人便把贾政昨夜所说的话 向贾母述了一遍 贾母慎喜 说着薛姨进来了 贾母便问道 吃了饭了没有啊 薛姨道 才打学坊里回来 吃了要往学坊里去 先见见老太太 又听见说姨妈来了 过来给姨妈请请安 因问 薛姨姐姐可大好了 好了 原来方才大家正说着 见宝玉进来都杀住了 宝玉坐了坐 见薛姨妈情形 不似从前亲热 虽是此刻没有心情 也不犯大家都不言喻 满腹猜疑 自往学中去了 晚间回来都见过了 便往萧香馆来 先连进来 子娟接着 见里间屋内无人 宝玉道 姑娘哪里去了 子娟道 上屋里去了 知道姨太太过来 姑娘请安去了 二爷没有到上屋里去吗 我去了来的 没有见你姑娘 这也齐了 姑娘到底哪里去了 不定 宝玉往外便走 刚出屋门 只见黛玉带着雪燕 冉冉而来 宝玉道 妹妹回来了 缩身退步进来 黛玉进来 走入里间屋内 便请宝玉里头坐 子娟拿了一件外罩换上 然后坐下 问道 你上去看见姨妈没有 见过了 姨妈说起我没有 不但没有说起你 连见了我也不像先时亲热 今日我问起宝姐姐病来 她不过笑了一笑 并不搭言 难道怪我这两天没有去瞧她吗 黛玉笑了一笑道 你去瞧过没有 头几天不知道 这两天知道了也没有去 可不是 老太太不叫我去 太太也不叫我去 老爷又不叫我去 我如何敢去 若是像从前这扇小门走得通的时候 要我一天瞧她十趟也不难 如今把门堵了 要打拳头过去 自然不变了 她哪里知道这个缘故 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 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 若论宝姐姐更不体谅 又不是姨妈病 是宝姐姐病 向来在园中 坐师赏花饮酒 何等热闹 如今隔开了 你看见她家里有事了 她病到内部田地 你像没事人一般 她怎么不恼呢 这样难道宝姐姐 便不和我好了不成 她和你好不好 我却不知 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 宝玉听了 瞪着眼呆了半晌 黛玉看见宝玉这样光景 也不踩她 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 又翻出书来 细看了一会儿 只见宝玉把眉一皱 把脚一跺道 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 天地间没有了我 倒也干净 原是有了我 便有了人 有了人 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 恐怖 颠倒 梦想 更有许多谈爱 才刚我说的都是玩话 你不过是看见姨妈 没精打采 如何便移到宝姐姐身上去 姨妈过来 原为她的官司事情心绪不宁 哪里还来应筹你 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 钻入魔道里去了 宝玉豁然开朗 笑道 很是 很是 你的姓灵 比我竟强远了 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 你和我说过几句谗语 我实在对不上来 我随账六金身 还借你一镜所画 带玉乘此机会说道 我便问你一句话 你如何回答 宝玉盘着腿 合着手 闭着眼 须着嘴道 将来 宝姐姐和你好 你怎么样 宝姐姐不和你好 你怎么样 宝姐姐前儿和你好 如今不和你好 你怎么样 前儿和你好 后来不和你好 你怎么样 你和他好 他偏不和你好 你怎么样 你不和他好 他偏要和你好 你怎么样 宝玉呆了半赏 忽然大笑道 任凭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饮 瓢之瓢水 奈何 非瓢饮水 水自流 瓢自瓢尔 水指诸尘 奈何 禅心已坐 沾泥绪 莫向春风 舞这孤 禅门第一戒 是扑打狂语的 有如三宝 带玉低头不语 只听见盐外 老瓜呱呱地叫了几声 便飞向东南上去 宝玉道 不知主何吉凶 人有吉凶事 不在鸟音中 忽见秋文走了说道 请二爷回去 老爷叫人到园里来问过 说二爷打学礼回来了没有 席人姐姐只说已经来了 快去吧 吓得宝玉站起身来往外忙走 带玉也不敢相留 未知何事 下回分解